事实上现在除了吴敦义跟无门中之间的金田往来关系 以及他的小姨子阿娇所扮演的角色之外 民进党中指挥洪志坤今天还在开记者会大爆料 这一次是把重点锁定吴敦义所谓贵妇团 当中包括了现任台肥董事长李富星的妻子郭彩莲 还有吴敦义高雄市长任内身旁的亲戚秘书孙祥英 洪志坤说这些贵妇团成员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 他甚至还呛辣的说蔡令营的贵妇团触手 已经深入到吴敦义的人事布局 就连马总统的人事权都已经被贵妇团步步侵夺 洪志坤一一点名蔡令营贵妇团成员 其一就是前立委 也就是现任台肥董事长李富星妻子郭彩莲 吴敦义上任行政院院长之后 他的人事的任用 其实受到蔡令营贵妇团很大的影响力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贵妇团成员的郭彩莲 李富星的妻子 就是这样把他的老公 从一个初选落选的立委 推上台肥董事长的肥缺 此外洪志坤也点名 吴敦义高雄市长任内的亲戚秘书孙祥英 同样是蔡令营贵妇团成员之一 那孙祥英是吴敦义在市长时候 一路跟随的这个机要秘书 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 他的先生 也就是中刚公司的这个许建民 在吴敦义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高升为中刚公司的公关处的处长 洪志坤说贵妇团有着强大影响力 才让丈夫得以步步高升 此外洪志坤再点名 吴敦义担任高雄市长时 某绝处首长的女性密友张姐 活跃在钢铁营造业界 不仅是中刚与高雄螺丝业厂商之间的仲裁者 更是贵妇团成员之一 也让贵妇团伸进中刚的两条管道 脉络呼之欲出 今天无门中如果接到有关于中刚的这个关缩案 而找上阿娇的时候 阿娇会自己主动打电话给林医师吗 还是从他经手相守的这些贵妇团的脉络里面去着手 那我今天点出两个重要的人物 一个是孙祥英 那一个就是张姐 洪志坤呛号发言说蔡令仪贵妇团影响吴敦义的人事布局 甚至把马英九完全架空 吴敦义担任行政院院长就开始在布建 他未来竞选总统的这个政商脉络网 那他利用他的这个人事权 然后让贵妇团来发挥影响力 那我就要问了 就今天马英九他的这个人事权 是不是已经被吴敦义架空了 行政院院长的这个人事权 是不是被贵妇团给侵夺了 不过就在洪志坤把贵妇团扳上台面前 被点名的成员似乎都神隐不见 郭采怜担任董事长的文化基金会 干部低调的说夫人不在 而目前任职于高雄市议会的孙祥英 也私下表示 一向谨守本分无端中枪也请假 没有现身 更传出张姐已经出国避风头 错综复杂人际关系 似乎也随着新爆料不断浮出台面 明期新闻王主任先要得高雄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